早晨!大家好! 今天想跟大家說說香港的主題樂園 香港的主題樂園我選了海洋公園 為什麼說海洋公園呢? 這個主題樂園除了夠大、夠多東西玩之外 它在香港也算是頗有代表性 一再落就幾十年了 究竟海洋公園什麼時候開始有呢? 海洋公園在1977年1月10日正式開幕 到現在已經有42年了 海洋公園用了4年半時間去造成 當時的成年人入場費就是15大園 小童七大園 現在已經是480元成人票價 小童是280元的了 海洋公園從一開始興建的時候 一直都很受歡迎 特別是一些小朋友 1999年海洋公園 雖然引入了一些升級動物 大熊貓、安安同佳佳 但也扭轉不到劣勢 因為有幾方面 時代的進步、資訊發達、市民也富裕了 懂得去外面的世界玩 懂得比較 要達到客戶的要求越來越難 大家都覺得海洋公園悶不悶 令到這個主題公園賺錢越來越少